还要带你来看大S的婆婆张兰 最近获选为北京政协委员 不过有人发现她的身份挂的是台属 这个是台湾的台 外界认为呢 她是因为媳妇大S的关系才入选 对此张兰口气相当严厉 大喊不公平 她否认这一切都跟大S有关 大S和劳工汪小飞结婚以来不断赛恩爱 而婆婆张兰最近更传出 因为沾大S的光 以台胞台属的身份 入为北京朝阳区的政协委员 婆婆对此说法张兰显然很不满 如果呢 说我今天所得到的荣誉 是因为后门 或者是这个 因为这个媳妇 我觉得呢 首先对我个人是不公平的 而且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阳阳传动的一个家庭 所以呢 才有这么好的媳妇 能够进到这么好的一个家庭来 口气有些激动 表明像大S这样的好媳妇 进入的可也是富二代的好人家 企业和我个人呢 在这二十年过程中呢 得到了不少的荣誉 但是和这个 现在这个媳妇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沛津和大S没有任何关系 张兰说是因为企业文化和影响力 才会入选政协委员 也提出包含增加便利商店 和偏远山区居民到大城市等提案 另外他也表示不排除到台湾取经 把台湾好的一面带到北京 中文新闻方向一江小园北京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